大家好 欢迎回到网向编辑部的《笑声网》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去刘山 和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肯部》 再加上《浪冷气》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最近英国方面有些写人 或者移英港人相当热闹 相当忙 是吗 什么事呢 很多香港歌手都陆陆续续说要去英国陪他们 如水再聚 这样 那聚不聚赌呢 都叫聚赌的 但最新的今次的主角周國賢似乎蜜 一開始打頭陣就有張敬軒 張敬軒完了沒多久 現在膠潮跌起的Rubber Band 已經去到英國了 倫敦歌唱得爆炸一樣 唱到第二首歌 人們已經站起來了 不肯坐下來 有黃心榮在嗎 真的被我猜中了 他不是衝上台做表演嘉賓 他就在台下支持他的男朋友黎曼 去到英國也變成石斑 現在很厲害 不開心的 又有得賺錢又有得玩 挺好的 開心死了 還看到說多一點了 在Rubber Band還說唱到哪一首歌 台下有一個香港人大喊了一聲 香港人 然後就全場 不用一秒就大喊加油 哎呀救了你的命啊 哎呀真是搞笑的 那股脆氣味又出來了 加什麼鬼也有啊 你看看 其實沒有什麼贏還是輸的 你們覺得自己是輸了 或者覺得是香港沒得救了 或者香港已經是崩壞了 所以你們才在英國而已 是不是 哦 是啊 加什麼油呢 你在香港叫加油就說而已 香港人在英國再叫香港人加油 有點有趣 加什麼油呢 我也不知道 瘋狂的平衡時空都變成了 是不是 然後再會去到 更多香港人的集中地 萬成就再會再表演 好像不知道一場還是幾場 終於唱飽他 唱一下唱一下又說什麼 緊隨其後 好像不知道是黃耀明還是怎樣 這個周國賢 就似乎 有點蜜蜜了 你這次說他 何解呢 因為他在香港的時候 那個風評都不是那麼好的 即是他那些什麼感情瓜葛 或者他對於 複雜 複雜 就是被人覺得好像一個苦心看 還是怎樣怎樣 這是一件事 再加上 如果有被批評 那個唱功就似乎不是那麼可以 哇大哥 我覺得又欠公平 是不是真的不是那麼可以呢 老實說我也沒聽過他唱歌 我想都好過MIRROR的鏡子 如果好過MIRROR鏡子的話 那也是一般而已 好坦白說 鏡子那些就是一條底線來的 就是放在地上的 周國賢我想就是比鏡子好一點 就只不過是離開鏡子升高2cm那小時 是不是 那好不好呢 就大家自己上網聽了 那他就接下來很快 就要在倫敦和曼城開 開首次的海外演唱會 又是賣弄這些情緒 好吐啊 好多的香港朋友四散 看不到洪館的場 你們來不了不要緊 就等我來找你們啦 我相信不是我給你們力量 而反過來 你們給我力量繼續唱歌 哎呀 Come on 又想賣弄這些香港人加油的精神 哎呀 又是為什麼要經常賣弄這種東西呢 我都不明白的 哈哈哈哈 有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 你都是純粹來賺錢的而已 不是為了什麼真是什麼 唱給香港人聽 什麼什麼什麼不是義唱來的嘛 是不是 要買票入場看的哦 再者還叫人戴著什麼紙巾 又說什麼不要哭 什麼紙巾幹什麼 抹眼淚哦 神經病 你要刻意自己去營造這種氣氛出來 那就差點了 對上的 那些什麼Rubber Band 和剛才我們提到的張敬軒 他們自己是醞釀這股情緒 是要來看的 但是你不是哦 我們倒過來 很厉害的 大哥 周國賢 是啊 不用這樣說定的 你要說到怎麼這麼慘 好像你來唱歌而已嘛 是不是先啊 你唱一首歌很辛苦你 這麼辛苦不如不要來唱吧 真的啊 但是要預先埋龍一種情緒 我覺得看來他本身唱歌不行 才要這樣做 哈哈哈 就是跟那些黃店的原理一樣 就是你本身那個檔 那個彈的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你靠什麼幫手足 那些什麼 就是他over到什麼 一起去聽聽 就是無管動 如果早幾年你問我 家裡是什麼 我覺得家裡是一家人 齊齊整整 無論哪裡都可以 但是我最近發現 所謂的根 其實是在自己身上的 是自己呢 要疼自己 只要找到內在的幸福感 肯定自己的根 那哪裡都可以 嘩 嘩 這些BNO Girl聽到很開心 嘩 你終於找到自己的根 就是英國了 在英國落地生根 這幫痴媽根 不要笑死人 是不是 他們最開心 因為你看回那集BNO Girl 或者這些 異英港人 你看到他們的情緒 有一種不安感 就是覺得這裡 究竟是 真是我們以後的家嗎 是不是真的可以 有真正的英國人的身份 拿到那本BC呢 行不行呢 他們所以自己 很多時候 都有懷疑人生 不過只不過 不敢宣諸於口 一定要給一個 希望自己可以的 可以的 肥媽那首歌 是不是有首歌 叫什麼可以的 可以的 肥媽那首歌 有首歌的嗎 除了浪費之外 我只記得 這幫人都浪費 什麼可以的可以的 不知道 是不是有首歌 大家不妨留言說一下 今天繼續賣弄一下 這兩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就像一塊鏡子一樣 不正常的人才是正常 你跟我說什麼 不正常的人才是正常 出來扔汽水油多彈子才是正常 扔你好不好 你都瘋了 我扔就對了 即是怎樣 打爆港鐵售票機 打爆這些雜機 是不是這些才叫正常 那當然不是 不正常的人才叫正常 你都瘋了 過去兩年有發生過什麼 很令人感到很誇張的事 除了撇除抗疫的事情之外 一般來說 香港也算是很太平 對吧 發生過什麼呢 究竟 有什麼令到可以震撼心靈這麼厲害 他還有說 很多人不太懂得發洩 特別是疫情過後 大家都裝作若無其事 希望大家想哭就哭 承認自己 我都哭 我覺得沒什麼要哭 疫情過後拍手掌不行 一定要哭 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有什麼衝擊 除了疫情之外 抗疫的時候 可能你不能夠去家鄉去日本 不能夠去東南亞其他國家去玩 但除此之外 基本上很太平 很太平 又沒有戰爭 在烏克蘭那邊有戰爭 香港沒有戰爭 你究竟經歷過什麼呢 我也明白 可能他們不能舉行這個演唱會 所以他們感觸 現在終於有演唱會舉行 可以賺錢 所以我很感恩 將這種情緒再散發出來 神經病 你說什麼這兩年香港有什麼不正常的事情 你問我一下 我突然想一想 我想不到是什麼不正常 我想到有一件 就是七一吉警南的狂魔 即Sogo那個 那件事 人們竟然當他神般拜 還要去獻花 去Sogo 帶小孩子去 甚至乎港大學生會 評議會上 就說什麼要致謝動議 這些我覺得是很不正常的 你不是想跟我說 這些才是正常的 這些是不正常人的 但是 在那一群的BNO Girl 或者英友裡 有一部分 可能覺得是值得去欣賞 可能都是這樣的 好 殊不知 周國賢 原來有一首倉底歌 正 是嗎 叫做今生不回家 嘩 驚爆了 好棒 不要回來 不要回來 哎呀 救你的命 為甚麼呢 今生不回家 厲害 他們那些BNO Girl 離開香港的時候 抱著這種態度 我不回來 最後一面 跟家人說 大哥 周國賢 你看一下 現在經常看他們 在網絡上問 現在買機票回香港 是怎樣怎樣怎樣的 不過 未來會不會說那麼多 為甚麼呢 因為 回香港也會被人罵 嘩 為甚麼回香港 自投羅網 為甚麼回去 見特稅政府 很多都是冷言冷語的 回去有甚麼所謂 所以我不覺得有甚麼問題 你喜歡去BNO組國 想移民去BNO組國 沒問題的 那有空 都可以回去香港 對不對 有空回去香港 探望家人 消費一下 又可以支持一下香港的經濟 你說多好 自己又可以放鬆一下 因為英國生活很艱難 有空回去香港 放鬆一下心情 不是不好的事來的嗎 應該多些回去 對吧 應該鼓勵一下 不過有些人 你覺得不好 一來 第二 可能有部分人負擔不起 我覺得 拿著最低工資 你要儲多少 才能儲到那份機票回來 對吧 即使別人可以回去香港 就自己沒得回 我想也是一部分人 還要在那裡 天天捏 捏最低工資 捏工廠 真是慘 好像余婆婆說 那時候她都在立法會 有我們在那裡捏 捏工廠 捏到你們這麼大 這是一件事 再說回 她這首歌 其實是在2016年的時候出的 叫做《今生不回家》 當然 她們那時候的情緒 都覺得 哎呀 都沒有機會再回香港 不僅是回香港 走過圈 探一下家人 那些都有 甚至乎 回流都有 周國賢 《今生不回家》 不要說到那麼盡 不要回去 我最討厭人 就是說到那麼盡 之後 又死死地起 就回去了 這些很好笑 沒錯 這首歌 《精彩之處》是怎樣 真的跟這些移民的心情很有關 不要說到那麼誇張 這首歌 作詞人也在英國的 就是黃偉文 歪人 歪歪邪邪邪的 這個人 他說 例如這首歌 歌詞 當一個新移民切斷上半身 找一個新祖國繼續做人 哇 猜不到2016年作的詞 到今天 對於我們來說 這麼應景 回望每一組歸家腳忍 沒想到護照改滿新的人 哇 曾以為有家就是安穩 當天氣改變世道人心 哇 真的聽到他們 流了馬了 神經病 還有 當一個新移民窮途後再生 開一塊荒土 盼黎明時分 哇 猜不到 現在認到了 聽到都感動 在香港 真的窮途末路 來到英國 就再有一個同生的機會 就是叫他們來到香港 就是這樣過來之後 過到英國 例如什麼萬城 什麼香港城 就是這樣來 開一塊荒土 開荒土 就是要做香港城 香港人村 但是這裡就是他們自討 他們經常都說 黑暗的盡頭就是黎明 就是現在 仍然在黑暗當中 遲些就會黎明 這些什麼黎明時分 就是適合他們的心情 還是怎樣 救你的命 看到周國賢這些賣弄情緒 但是要靠賣弄情緒 來宣傳自己的演唱會 我覺得這種手法很低劣 如果你們真的這麼行 就不需要這樣埋弄情緒 老實說 你看到其他歌星 什麼埋弄情緒 又說很久沒見 又說很感動 可能演唱會正在舉行 情緒來的時候 會激動一點 但是你還沒舉行演唱會 舉行演唱會之前 就已經要這麼黑銷 看來我想 演唱會非的銷售情況 會不會不太多 看來個小也是 看來網上那些 都不太去找他 大家的留言都比較毒蝕 即是說 哎呀 你的歌很難聽 我們記得 因為張敬軒在早前 在英國倫敦的演唱會 都有說類似的說話 為你抄襲人 感覺上 還沒什麼自己的原創性 因為張敬軒說 我一個張敬軒 飛過來英國 見一堆香港人 還好過他們 這麼多人 要買這麼多張機票 飛來香港 聽他開演唱會 那他就過來 即是他大致上的意思 從一個經濟的角度 原則都算是OK的 想起他多說一點 張敬軒的演唱會後 的花碎 挺搞笑的 看到有些是廣州的朋友 都有去聽他的演唱會 也有去 記住 不只是你們 這些所謂香港人 都紅霸了這個演唱會 也有廣州人 有廣州人 接著張敬軒 完場後 應該在外面 會場外面 跟粉絲聊天 他們就叫 張敬軒 什麼時候回來廣州 期待跟你合作 張敬軒說 好啊好啊 多謝老鄉 挺好的 也感謝大家 同樣地都是廣州人 同鄉 同鄉 接著 令他們一群 立即跌到兵 很感動 不是 那群香港人 那群香港人 廣州人就很感動 沒錯 其實他們覺得 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是廣州人 人家都是廣州人 廣州人 但他們又會覺得 張敬軒 你屬於我們香港人 應該是香港才 你家 要回到內地 所以你們說要跟內地切割 拒絕中國 對 但是你又這麼喜歡張敬軒 真的很離奇 對 廣州人 你又這麼恐怖 張敬軒也拒絕了 所以簡單來說 他們切割不了 會不會呢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喜歡就喜歡 很難去界定他們的標準是怎樣的 還有張敬軒說 好啊好啊 多謝老鄉這些說話 他們都說 人家問到他 難道說不好嗎 禮貌上回答他好啊好啊 你以為他真的想回廣州嗎 大哥 人家真的是廣州人 他自己都可能想回廣州 吃一碗艇仔粥 或者吃廣州的點心 人家有雲吞麵 吃那些口味 人家從小到大 都想吃一下 就是 怎可以自己騎劫了別人的 就是這樣 還有一樣的 還有一樣的 我覺得周國賢 還有一個風險的就是 有張敬軒舉行演唱會 然後有Rubber Band 那些BA都有已經花的錢了七七八八小時 有沒有閒錢去看你周國賢 是呀 你遲了啦周國賢 還有啊 遲些啊 還有這個王耀明 王耀明啊 我當然要留些錢去看王耀明 如果我是BNO友 對呀 真是慘 你周國賢 算了 取消了他 不要舉辦 突破盲腸 沒辦法 洗濕了頭 應該就在理會 因為有時差關係 不到24小時就要開場了 哎呀哎呀 沒辦法了 虧了也要做的了 對嗎 我想如果有些人可能留些錢 看明哥也不行 看這個王耀明 好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